35岁的侯佩岑与老公黄柏俊结婚两年多感情甜蜜 但肚皮就一直没见动静 面对周遭亲友们的关心催促声 5月1日侯佩岑为某食品店担任Time嘉宾时 终于松口校园已放行老公积极做人中 有啦就是谢谢大家都有就帮忙催促 那我已经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那个 呃放行 所以就是呃呃呃希望就是可以步入另外一个阶段 但是我真的觉得生baby要呃很有缘分 然后是老天爷送你的 所以我会呃自己比较用平常心去面对这样 成了人妻除了身子是很重要一程 伸出老公的胃同样关键 先少在镜头前展现厨艺的侯佩岑当日也在厨师的指导下 学做料理 待掌握后在老公面前一展所长 他还透露私下要常跟姐妹套大S一起交流做菜心得 有时候呃如果我们一起吃饭他就会呃呃告诉我他比如说他自己做面条啊就是会翻他的照片给我看 我也觉得很厉害所以呃我觉得煮饭也是要很大的耐心然后慢慢练就是每个人有一道拿手的下次可能可以大家一起 贡献一道菜 他现在厨艺有自豪到说 可以顶替翘江南的厨师 没有这么厉害吧 你知道有时候自己做的食物 都是最好吃的嘛 所以叫他不要想这么多 一不小心被好友拆了台 不知道会不会自信心受挫 不过其实你俩的老大不小了 还是比比谁先造人成功 比较实际 东新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